据纽约时报报道 几名知情人士透露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已经通知特朗普的律师 称正在考虑对他的家族企业 特朗普集团提出刑事指控 原因是 该公司向一名高管提供了附带福利 知情人士称 如果进展顺利 自身检察官万斯 最早可能在下周宣布 对特朗普集团 及其首席财务官 魏塞尔伯格提出指控 这一举动将标志着 万斯对特朗普及其商业交易的长期调查中 出现了第一起刑事指控 并带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景象 一位前总统不得不为自己创立 并且经营了几十年的公司进行辩护 虽然 万斯几个月来 一直在对魏塞尔伯格穷追不舍 迫使他配合调查 但此前并不知晓 特朗普集团也可能面临指控 万斯最近把调查的大部分重点 放在了特朗普及其公司 给魏塞尔伯格和其他高管的福利上 其中就包括 魏塞尔伯格的一个孙辈 在私立学校上学的数万美元学费 以及公寓和汽车租赁的租金 检察官正在调查 该公司的账本中 是否正确记录了这些福利 以及是否为此缴纳了税款 您可以看下来 有没有人过来 这些福利 有没有人过来 都没有人过来 有没有人过来 有没有人过来 感谢观看